杰伯老师 昨天盘涨这么多 今天就软了 不用担心 如果联整会是生硬麻呢 看节目 收盘大涨超过300点 老师就告诉大家 那涨太多了 太多了 尤其是垃圾 台积电商太多了 真的太多 今天马上立马给它软掉了 老师那这样子的走法 蛮好的 蛮好的 你不可能在农历年前 每天在那边300一点吧 也是啦 其实如果你就台北股市 昨天那个走势来讲 其实已经非常好了 那今天会有些短线的 获利老前卖牙是正常的 因为确实有些人是做短的 因为毕竟离封关还好几天 所以不见得会做到封关后 但是 今天跟你讲一个重点 为什么昨天台北股市涨这么多 这么强 理由在哪里 不是只有台股市涨 其实你去看美股的肺半 也非常强 真的 肺半不是昨天强 前一天强 它是连强两天 对它连强两天 所以肺半连续两天这么强 其实这就意味着一件事 大家在卡为什么东西 卡位 我讲个很直觉问大家 好 昨天台积电大涨 对 你觉得台积电会当充吗 或客人充吗 不太会 对嘛 不太会 你台积电大涨 我买了明天要充掉 我打个派了 对不对 不太可能 这个几率 维护期货 不能说没有这种人 对 但是 大部分的 对台积电有影响力 比如说外资 是不太会干这种事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昨天要大买 之前外资不是一直嫌隙 什么台积电不好 对啊 去美国设厂 闲东闲西的 对不对 那昨天买那么爽干嘛 昨天外资买很多 对啊 台积电昨天外资买很多 是突然迷途知返吗 巴菲特也没回来啊 巴菲特早卖啦 那为什么外资昨天要这样买 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 从这里来给你分享 从现在到下礼拜 到下个月 新春后台北股市该怎么走 这样这个故事比较久一点了 对 从现在到下周到下个月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来看新台币走势 新台币走势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 画面上这个新台币走势 最近这两天很强 对啊 怎么新台币突然又变这么强 是 去年的10月27日 David在节目上讲 我们把所有的空单 包括创意这些 空单获利了结 有时候600 创意空单是400以下 对 空单获利了结 反手做多又买创意 10月27号之后台北股市涨了 新台币同时也走强了 对没错 是不是那个timing点刚刚好 有哦 David提醒你 台北股市强的时候 通常台币是强的 台北股市弱的时候 台币也是弱的 最近台北股市强 台币也转强 这代表外资是买真的 他不是跟你开玩笑 他是买真的 那上一次10月27号 空单回补 反手做多 含啪啪啪不多 涨了2000多点 有 有我记得 我们的铁粉应该都知道吧 涨了2000多点 是啊 这一次会不会也来个2000点 老师 这一次再来个2000点很可观 真的还蛮吸引人的 那就从万事直接碰到万六去了 是哦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你看新台币那个走势 我觉得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10月17号 空单回补 反手做多这一波上来 2000啊 2000多 2500吧 对不对 2500点嘛 我们不要多2000就好 2000 那14000就被6000了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们现在从台币转强的角度来看 对 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但为什么 Why 大家不是说 2023年是个经济衰退的一年吗 对啊 就美国一定会有经济衰退的问题啊 台币在抢什么 有人先知道 对不对 很妙对不对 因为如果只是昨天我们单纯看台北股市涨 300点 300点 38点 不考虑背后的理由 你会看不出一些端倪吗 是啊 但你回头看看台积电大涨 外资狂买 外资狂买之外 台币还走强 而且他的强不是直接 不是说涨一点点 他的强是直接已经变成 过去一个多月以来最强的 你看画面上的新台币走势 这两根下去之后 台币往下 那个K线往下是台币转强 对 转强 这么摆明了 这两天台北股市的买盘是很真实的 那他到底买什么 有什么理由嘛 对啊 对啊 台积电 你之前外资批评台积电批评的乱七八糟 把台北股市电子股讲得到 那个是没有一档可以看的 讲到体无完肤 对啊 结果买得很爽 对 这现在到底是怎样 他的口纤体振值又来了 David想到了最根本的理由 利率会议 最终最终还是 最根本的理由 是 二月份的联准会利率会议 我们一般市场会担心说 已经美国去年已经升息17码了 那今年的第一个利率会议 就是二月一号 会升级嘛 对 我们这种猜吗 012嘛 对不对 对 对对 目前来看 从Fat Watch 升息一码的几率 已经高达将近80% 79点多 是 那升息一码 对这个市场的影响是什么 不要突然 傻住喔 大家就忍掉了 升息一码 老实话就17加1变18 这不是重点 而是他是不是已经到顶点 对啊 他就只能这样了 会不会是这个理由 说你只升一码之后 后面没了 或者说升一码后面只升一码 因为去年的12月 确实如市场预期升两码 是的 对不对 如David所料 可是为什么David10月27号就买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是升两码了 是的 所以 那二月升一码 我上个月10月跟你讲 二月很可能是升一码 我们要提前的一到两个月 有 为什么这件事猜得到 如果真的是如此 我们又不小心猜对的话 那观众朋友我们刚猜的2000点有可能看得到 这才合理嘛 你突然大买台积电 是 新台币突然转强 转强 外资突然看好台股 有 这不是什么独立 你看新台币转强外资进来了 没错嘛 对不对 而且还大买台积电 也没错嘛 昨天你大家去看台积电买多少张 对 那背后要理由啊 怎么不会因为说 我那个欢度新年对不对 兔年行大运 怎么可能 外资看这个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真的 那我们想背后逻辑会不会是 他们也认为二月一码 之后升协的空间 剩不多了 就剩一码左右 所以我现在赶快买 是不是很类似10月27日 去年10月的底 10月27日 空单回补分量多多 后来外资也真的跟你来狂买 是不是一贯的逻辑 昨天外资买了29000多张 恐怖对不对 恐怖耶 其实昨天外资 整个台币股市买了快400亿 哇 毛起来耶 对啊 毛起来啊 真的是毛起来买 毛起来是什么理由嘛 诶平话400亿耶 不是400块耶 不是400块耶 对啊 一天买400亿 不是400亿 买400块耶 对耶 400亿长什么样 400亿总要理由吧 不然丢到水里 偏汤不去喔 败了吗 不可能嘛 不可能啊 那你也知道 他买台积电就不是做短的嘛 对 没错 那不是压保什么 其实连外资都要压保台北股 是从年前到年后的行情是好的 是喔 可以这么说 这样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 有沒有突然覺得 David一語道破 驚醒夢中人 直接突破茫藏 突破茫藏就對了 剛剛跟妳聊的那件事 其實背後有一個關鍵 還有一個關鍵 為什麼生完一馬之後 林總會的生息空間變狠一下 還是已經知道TOTO多少 TOTO那個東西在縮小 TOTO的馬數在縮小不講過 好啦 講不完 待會兒繼續聊 那個什麼好康 你忘記了 Money to you 別忘了 這Money to you 深受大家的喜愛 深受大家的歡迎 昨天已經漲停了 我們後面還有2號3號 是的 Money to 1號已經亮燈漲停版了 接下來2號3號要預備 有興趣的好朋友們 趕緊跟上腳步了 這一波想要大賺狂賺的好朋友們 把握一年僅此這麼一檔 優惠的賺活動 Money to you 來電作 把握囉 好的 老師這波進場 在我們錄音前有聊到 這波進場其實是壓寶 要一路賺到年後的 對 這個很明顯 但當然啦 你說老師 我覺得我現在做個短的封關錢賣一下也可以 但是你不要賣太多了 因為怕你年後買不回來 對 麻煩你可能要追的 對 沒錯 我是先講這個機率是蠻高的 我們剛剛講了幾點 你台幣這麼強 對 台幣強 不是漲 不是台幣不轉強 不是一點點 是用噴的 很多 你沒看到那個K線 它是用噴的 是啊 用噴的 那台幣用噴的不就是 跟10月27號 David說空蛋回補 那時候新台幣32.33 32點多 一路我們做多之後 新台幣從32直接回到30.5 是 老師這兩天噴下去 真的又比前面那個更低了 沒錯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表示從外匯市場的角度 從台北股票市場的角度 外資是不客氣的 就告訴你說我在買 他沒跟你客氣的 是 那反而是台北股市現在是什麼 散戶不敢買 對 沒錯 沒辦法過年啊 對啊 久年 第二個6000點 我想到我就爛了 頭皮麻了 對 腳也麻了 可是你會發現外資不是這回事 他就跟你講 我在買 我從台幣的角度 你看得出來 我從昨天外資大買 將近400億附近 你也看得出來 從台積電走私 你也看得出來外資在買 那不是告訴你 他在壓寶 這一波行情 為什麼費班那麼強 有沒有注意到 有 人家在讀什麼 在猜什麼 在壓什麼 二位就是一碼 那二位一碼 老師 二位一碼 又不代表他後面都不升息了 可是他這個買法 不是告訴你 那後面可能是01 0或一碼而已 不然他怎麼會這樣買 可以吧 這樣可以理解嗎 可以 好 那為什麼 關鍵那個圖 就是那個核心的PCE 就是說TOTAL對不對 總值最高 最後會到多少 對 我不是跟大家講嗎 之前大家那時候 核心PCE5點多 其實最新一期11月的 12月還沒出來 對 我猜12月的比4.68還低 我先講 全英國觀眾朋友們 我又在 大膽預測 好 之前TV講過 10月份我講過了 我們那時候空單回補 我說那個PCE數就會掉 會剩不到5 所以我11月出來 4.68 老師他12月 我跟妳講 應該連4.5都沒有 4.5左右而已 甚至連4.5都沒有 12月什麼時候出來 1月 我們過年的時候 過年的時候 你過年的年不用擔心 我幫你算好了 老師已經幫你算好了 規劃好了 過年的年 回來自己再撞紅包就好了 一定要 一定要 所以全國好朋友們 為什麼David今天花這麼長的時間 講那個 老師你又講這麼長 你又在講什麼鬼故事 沒有 我們要很務實的跟你分享 2月 連準會生1嗎 會不會後面 就沒了 還是後面只剩1 就沒了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猜過嗎 所以今年 2023年 美國全年很可能是 自生1至2馬而已 原因就是因為核心的PCE數據 掉很快 掉很快 是 所以我說下一個 掉4.5以下 我都不意外 老師那如果掉4.5以下 今年其實 它的空間 它壓通膨的速度就很快 對 可能就老師說的一樣 所以即便連準會說 我高利率會維持一整年 今年絕對不會降息 對 講是這樣講 我們也不要猜它會不會降息 我們就當你是真的不會降息 但我知道你已經升完了 對 所以就先漲了 可以理解嗎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也就是說管你2月升1馬 你後面會不會再升息 基本上我就讀你不會升息 直接上去 美國股市在做這一件 已經先行做反應了 它已經在玩這個了 所以你可以猜得出來 來觀眾朋友們 我們畫面上是廢一半嗎 大家看清楚了嗎 對 那個錢高有定過 2913 2913 那個也定過 我先講了 廢半 那個會過 所以台股萬五其實就不是 誰在給你看萬五 對嘛 我們如果直接看萬六 你看看 萬五之後 如果我先給你看萬五 我會叫你現在趕快買 我們有那麼 小鼻子小眼睛嗎 對啊 機場鳥肚 那也算太少了 真的真的 了解囉 好現在聽懂了 聽懂 所以money to you 那 趕快啊 標股賺不完啊 真的是標股賺不完 不管是雙倍賺 三倍賺 或者是加倍賺 都可以 趕快把我們的money to you 活動 一年金子這麼一檔 而且是在新春 在年輕輕微 說到這個才好玩喔 那個 昨天金星課不是漲停 是啊 外資追耶 有 他砍在地板上了 又追 是不是 你看我給你一個自考 我自考他外資滿滿少 媽呀 是豬頭山到梁山了吧 你看看 這是昨天的1月9日的 外資追滿了1302張 但是他在上星期 法術會當天 砍了1200張 對啊 哇 全國觀眾朋友們 這不就是什麼 捨我騎誰嗎 真的 捨起救人 捨起救人 哎呀真是的 太厲害了 賣在地板上耶 那時候四五百以下耶 昨天掌錢去追耶 那是 那 誰把錢看過這種的啦 真的 趕快把外資那兩個拿掉 做法完全不像嘛 不是這應該不是外資吧 我覺得是 散財童子 對 對 散財童子 哇塞 所以不要太在意外資買賣草 這真笑耶 買在最低去追 法術當天掛在頭上 是啊 隔天掌上去 然後昨天掌庭又追上去 對 不知道有沒有看本頻道的朋友 認識外資的朋友 有沒有 這真的是外資耶 這真的啊 畫面上沒有錯是外資啊 有圖有真相嗎 怎麼跟我想的外資不太一樣 對啊 本節目的特色就是 常常呢 幫你解剖事物的真相 投信 對不對 會我良多 會我良多 現在外資呢 外資 捨起救人 真的 捨身取義 聽起來都蠻不錯的 真的很蠻不錯的 你看本節目很優質的 都是講成語喔 開玩笑 我今天去錄那個過年賀詞的時候 我們那個 攝影師就說 老師老師 你真的很會講很多成語 開玩笑 我老婆說我罵你不帶張子 罵了別人 等一下跟你說謝謝 他是剛才罵我嗎 我不是 類似這樣子 你看喔 其實你看 外資的做法 很有趣 真的蠻好玩的 真的很有趣 所以真的要感謝好朋友們 上禮拜 聽我的 在1月5日 外資大砍 大砍時候 應該是1月5日吧 你沒記錯了 1月5日 對 他法說會當天 因為他法說是盤中 因為是線上法說 沒錯 10點鐘了 就開始砍 是 當天的這個走勢真的還蠻 我前一天有先講喔 金星跟法說 那個砍下去你不要怕 我都有先講 我也覺得不一樣喔 跟那個聲韋能是不一樣的喔 說到聲韋能 你就來看聲韋能 現在講的 6806 哎呀 被我們講完都連五黑啦 唉唷 我在拉肚子了 真的是讀詩本 讀詩本 趕快把畫面切到兩個 不能直接老師 讀詩本你看看 算你反應快 都是10塊 10塊 這很大塊 這很大塊 沒有妖的1塊 1塊 嘿嘿嘿嘿 阿娘喂 叫人喔 農利啦 你看大家都賣的 本副的糕點耶 觀眾朋友 你賣90幾還可以啦 可以 那可以就好 非常之好 100分 100分 30塊的價差 今天拜禮嘛 因為我上禮拜二去做另外一節目 的時候我會講啊 我說那個 對啊 生活能法說要賣喔 會藏商影線喔 有有 藏商影線喔 我今天就會去講這張圖啊 你看你看你看 真的 有夠讀 有夠準的 你好讀 你好讀 不會不會 讀讀讀 老張最近都沒開緊張會 沒有他休息好久了 對啊 大家懷念他 趕快出來吧 不不不 因為本來有點難買 真的搶不到 不好搶 搶不到也搶不到 搶得到但電腦那個網速要快 也對也對 那拼網速速度 好啦 伯伯都是開發說 森未能跟金丁哥 我以前用那個 學術網路搶就很快 真的啊 對 那種網速超快的嗎 沒有我們不是 學術網路 學術網路是什麼的網路 應該很多人知道講的是什麼 天啊 趕快來谷歌一下 學術網路 至於我們 我們就 請朋友嘛 在研究室裡面 直接用學術網路搶比較快 哦 原來 難怪 不知道教授有時候惡事例的嗎 哇哇哇哇哇 我已經教你們了 下次要搶網票檔比較快 有有有 好啦就這樣 全國性教學研究之電腦網路 叫學術網路 如果你剛好 人家都說要去網咖 也不行 也太慢 網速網咖也太慢 學術網路比較快 哇哇哇 難怪 好啦不多說 好 小佩寶是吧 沒有啦 那是運氣好 運氣好 今天其實剛剛老師講了一個重點 現在 現在進場的 都是在壓 在壓 現在直接壓了年後 年後 但我要再講 如果老師我過年前 我就想賣一些 你就賣啦 但不要賣太多了 但你不要 說David沒有講 說後面會買回來就好 對 因為我先跟你講 比如說過年前 我有資金需求 我的10張賣個1張2張 OK啦 我覺得可以接受 那沒關係 好 只是說後面又噴出去的時候 老師 早知道要聽你的話 可是我每次跟你講 早知道的時候 你都不見得會聽 對啊 你都只聽一半而已啊 我說10月27號 我說會漲至少2000點 有 你有沒有聽進去 當十萬惡深淵 對啊 那時候我說我算出來 至少1780幾點 有 到2000都沒問題 記就 老師有說記就 結果 老師你沒準 起兩千多點 是超過的 但是你給我超過賺 對這樣就好了嘛 好 好 這一次我又提醒你了 有提醒了 有 台幣在轉強 2月利率貨業是一馬 而且後面不見得還會再升 沒錯 人家在壓寶這個 我跟你先講 人家市場在壓寶這個 這個 11月CPI已經出來 4.68 12月會比這個更低 可能4.5以下 不是CPI 是核心PCE PCE是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 就是說我對單一個人來講 我去統計說 我的這個物價指數是什麼 那這個是聯準會非常在意的數字 對 沒錯 這個數字的確是 對於 是聯準會來講最在意的數字 對 他們會依據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去做調整 好 好 老師已經把這個keyman 已經抓出來了 當然了 先跟你講 是 好 所以親愛的朋友 接下來 行情真的是不容小覷 我不要想說過年 錢 我要保守 我要觀望你 你可以保守 但你不要怪別人賺擋錢就好 真的 你少賺太多了 Money to you 趕快趕快跟上腳步了 我們要 很多很多的money 對 對不對 我想說 money money to you 不對 好 不是誰過生日 而是你要賺錢的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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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呢 AVA的 對 所以今天我們要把握這次的專案活動 嘉義元多一箭 跟著Devlarge大賺狂賺一整年 標果不只要有雙倍賺 我們要加倍賺 加倍獲利 加倍幸福 Money to you 來電做把握 手刀一定要趕快跟上腳步 早來 早享受 早來 早賺錢 晚來 晚來 好 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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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段來聊 下一段來聊 剛剛中場投資朋友還沒有聽到的 不是要聊 不是要聊點不一樣的 聊點不一樣的 老師你想聊什麼 教學網路嗎 不用聊那個 不用聊那個 學術 學術網路 挺快 哪個我們都買不到 網速不一樣 好樣的 既然比網咖還快 你看看 不一樣 錢打得多就快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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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特別重道 其實學術網路 我們以前念書的時候 最近很快跟不出現在 真的假的 好啦 不要講那個二十幾年前的事 二十幾年前的事 那很久很久 好 來囉 第二段囉 歡迎你十五回到股市最前線的節目 請到分享電話播通了沒 Money to you 在新春前 給大家這個優惠賺活動 真的讓你即使趕快跟上 趕快買到 年前把股票先卡位住 外資喔 是毛起來買喔 當然喔 他是壓寶 其實你看外資這種買法法 非常有趣 真的喔 他前面都不買不買 怎麼突然過年前就開始大買 是 有 這一定有理由 上班的時候我講過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有一定有理由 其實我們剛剛中央休息跟大家聊過 萬一 二月聯準會生一馬之後 他就突然開始不生息 或者只生一馬咧 David先講 這個事情的機率很高 也就是說2023年 AVD FED的升息的馬數 只剩一到兩馬了喔 對 就總總統統全年喔 對 所以二月如果生完一馬 會不會後面就沒了 對 其實市場 包括美股 正在 正在壓寶這件事 喔 他其實已經提早在開香檳慶祝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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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快 沒那麼快喔 這只是剛開始 都開始 開香檳慶祝說等它噴出去才會 哇哇哇哇 所以現在不斷帶何時啊 所以你要動作快 你不要等說 你真的動作快喔 是金星科高價股 那漲停喔 感覺比較沒地帶 對不對 Money to 1號嘛 1號1號漲停 對 那如果下一檔是個 100塊以下 甚至五六十塊的漲停 甚至有些的股票 真的漲著你不知不覺 那個股票就很好玩啊 會特別的厲害耶 至於為什麼 反正漲上去之後就會有理由了嗎 對 漲上去自然會有人給他個理由 漲的原因 每次都這樣啊 對每次都這樣 如果漲上去就會有理由啦 喔原來 Darren老師說了 都是驗證到了 啊 反正 就 好理由嘛 真的好理由 好理由 留一點給人家寫嗎 不要全部講完了 也對啦 我們就先把股票 先買好就買 Davy的工作 包括全國觀眾朋友們 全國觀眾聽眾粉絲朋友們 我們的工作很簡單 第一個 股票先買好 對的 在大漲之前先買好 在起漲的時候先買好 第二個呢 漲停的時候恭喜你 有 第三個呢 第三個 不要問為什麼會漲 新聞會寫 就這樣 我就算知道我也不能先講 不行 我不可以講 不可以講得比新聞早 但我們可以早點知道 我們可以先買好 我們可以先買好 對不對 先買好等於童韻 你已經 就像上星期 老師 金星哥法說 肯定要跌停 好不是跟你講 那是買點 買點啊 我說那外資一定會 吐血 結果外資那天賣了一千多張 昨天金星哥漲停外資 竟然追了一千三百張 真的是 好啦不多說 好人啊 好人一美 對 舍身取義 老師他不是去幫你們抬交了嗎 不好說不好說 貪財 捨己救人 對 貪財 所以今天要不要 我們的馬尼圖一號 金星科 昨天漲停 今天這個 今天壓回 今天壓回 但是外資是狂買的 昨天漲停是他們追上來的 不用想那麼複雜 你們就先買好 股票一定先買好 你不要等到明後天或下禮拜 突然股票又上去 或者年後再來大波的時候 你就不會負責啊 我們先 我剛才講了 家眷指數是有可能 是 這個數字了 那個以上的 對 我們剛剛中央休息有講嗎 中央休息 還是我上誕常有講 對 再加上配合那個新台幣的走勢 有可能 這個跡象看起來其實 所以才說嘛 你不要一直想說 哎呀那個農曆年放長假放那麼多天 一天十天 觀眾朋友啊 那 外資 沒有 農曆春節的問題啊 對 那昨天買那麼爽幹嘛 是啊 我如果看好行情 我才會去買台積電 當然 看起來是一個比較波段的行情 我才會大買台積電 是的 而且你看外資 昨天買完台積電 兩萬多張之後 兩萬九千張之後 擺明是要報過一點的 對 清楚明白 那他不就是跟你講 我在壓寶年後養股 對 沒錯 他已經正在壓寶了 所以投資料 你不要看不懂耶 你真的不要每次等行情說 哎呀老師 真的漲好多了 才 才慢慢回神 那年會少漲好多 從現在到封關 一個禮拜的時間 對不對 下週二台股就封關了 對啊 所以是 三四五 一二 所以來說你要先買啊 一定要先買好 我是跟你講真的 是有可能會突然就 老師你怎麼 你的馬尼圖怎麼又漲停了 對耶 不要意外 我現在看到股票漲 我都不會覺得很意外 就讀過後 等一下 老師其實有蠻多的分析師 在告訴投資朋友說 你如果說要報股過年的話 你手上的股票 一定要比較傾向是 有業績的體質好的 不太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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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因為從去年以來 有一支體積好都不太長 對 真的 馬上被打了 真的耶 長得都是那種 腰裡腰漆 腰漆股 你要有業績體質最好的 其實才體質很好啊 很好 不然你報傳人產股 這一波其實也不太會賺 對耶 不會賺 對啊 是 是 都長一些體積怪怪的 是股東開心 國民不開心 你講的是航運 我講的是航運 對不起 不要是黑人家了 我又是黑人家了嗎 對啊 年重50個月 真是的 我又不小心 又開什麼炮支出來了 好啦 朋友們 記得我剛剛講的 這個行情呢 會按照我們的規劃 所以你台幣股市 再往上一大段 也不要覺得很訝異 對 很稀奇 很離奇 我已經告訴他背後的理由 是什麼了 有 已經告訴你未來會長大概什麼樣子 其實我要先跟你講理由 所以為什麼今天花比較多時間跟你講 它背後的因素是什麼 對 為什麼台幣突然轉強了 為什麼美股突然轉強了 為什麼台積電突然外資大買了 大買耶 兩萬九千多張耶 是啊 這些其實是 要合在一起看的 你把這些原因 通通都兜在一起 你把它兜在一起 就發現說 原來他在押二月利率會議 是 原來這一波卡位其實就是要一路賺到 二月份 甚至三月份都有可能 所以你想嘛 我如果二月真的只剩一碼 那一剩一碼我覺得不意外 因為FedWatch就是寫一碼 對 機率最高已經快80% 這都這不意外 我覺得有趣的是 那一碼之後呢 萬一 因為聯準會絕對不敢講說不在省 對沒錯 他說我們會維持高利率水準很長時間 我們可能還會在省 對 但他的目標已經到了 對 所以你接下來聯準會能升級的空間 就突然就沒了 就有限了 對 當你聯準會升級的空間突然 沒了 你覺得我看得出來 外資看不出來嗎 外資看不出來嗎 看得出來啊 對不對 他一定看得出來 他是跑去追台積電的 是的 他就是上禮拜沒想到嘛 結果把金星哥砍地板上 這禮拜突然想起來 哎呀 上禮拜沒想到 這個家伙講得還滿正確的 這個讀私本 追回來好了 你看金星哥就這樣 真的 我自己想得很好笑 法術會當天大賣狂賣一千多張 他昨天追回來追掌停 對 追掌停一千三個多張 你不要看覺得 哎呀那外資好傻 好傻好天真 好傻好天真 但是你要想的是 為什麼從上禮拜 到這禮拜才短短幾個交易日 同一支股票 為什麼外資的看法突然差這麼多 對耶 他是不是突然發現 180度大轉變 那個二月利率會議 會不會是今年 最後一次 或最後兩次升級的利率會議 他不是已經在倒數了 他也在倒數 對不對 直接在壓這個嘛 這樣才對嘛 而且台積電 它是我剛剛查了一下 近期兩個月 今天 昨天是買最多的 好可怕你看看 我本來跟你說 你看台幣那麼強 對啊台幣走勢真的是強到爆了 因為你看外資大買台幣又強 而且買台積電 他就跟你講他不是短的嘛 對 他不是吃素的 這一波 他本來就不是吃素的 他只是最高沙地而已 對 老師 你又黑了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Money to you Money to you 祝大家新年快樂 Money to you Money money 就是Money to you 趕快喔 家園多一件喔 讓你狂賺猛賺 跟著Dave老師 大賺一整年 標果不只要雙倍賺 還要加倍賺 Money to you 如果把握這一檔 真的非常優惠的專案活動 輕鬆跟上 股票一定要先買好 漲停板就會是你的 來認錯把握囉 節目中的再次感謝Dave老師 來到節目當中 我感謝評話 謝謝全國好朋友們Money to you 祝各位新年快樂 漲停賺到賺不停 懷提名單單好朋友 明天見囉 Bye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外投庫 111儘管投庫 新字第015號